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不辜负粉丝期待 曾记得2020年肖战的商务乏善可陈 屡屡被黑粉嘲笑 那一年的肖战是男的事业上屡屡受挫 2020年的星光大赏上 很多粉丝不确定肖战会不会登台 但为了那一丝希望 为了载万一会登台呢 为了这个万一 他们去了 很幸运 肖战登台了 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但奇迹在这个时候出现 只见粉丝席 一盏一盏属于肖战的灯牌亮起 只用了8秒时间 点点星光连成片 汇聚成毒属于肖战的一片红海 这8秒包含了多少人一年的心酸和隐忍 他们想告诉肖战他们一直都在 可以看到肖战从错愕到类目 大概没有想到吧 这是属于肖战的8秒红海 这是粉丝想告诉肖战的 哪里有肖战哪里有红海 2021年在小飞侠的支持下 肖战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证明了自己 代言稳步增长 质量更让人信服 他成为顶级奢牌真利代言人 单价几万 几十万的奢侈品 官宣几个小时后销量猛增 最后更是全球受庆 这就是肖战的影响力 肖战粉丝的购买力 如梦之梦北京巡演 即将拉开帷幕的前西北京 广播电视报社刊发了三哥好 五号好 有他就好的文章 文章中有一句写道 尽管他主演的余生没有如期播出 但是他凭借斗罗大陆就能独领风骚 可以说肖战的2021 而历之年 于外于内都尽最大努力做到了极致 他取得了非凡成就 在各大榜单一枝独秀 肖战继续加油 2022最令人期待八部谍战剧 《孙红雷惊弦》第八 《近东无间》第四 影视剧中的谍战题材 是一个永远被吐槽 但永远有受众的存在 从2006年的暗算算起 谍战戏已经走过了15年 相关的题材已经被拍得差不多了 可是依然有大量影视工作者前副后继的参与其中 明年2022年 在电影方面 伯纳已经邀请了梁朝伟和王一波搭档 出演胜利三部曲的《最终篇无名》 这部谍战片能和中国医生长津湖放在一起 足见大家对谍战题材的热爱 而在电视剧方面 谍战剧的势头依然不减 今天我们不妨看一下2022年豆瓣上最令人期待的八部谍战剧 都有哪些 以下排序按照目前豆瓣想看热度 Top 8 惊弦 期待值 6.0滚豆瓣想看指数 145 潜伏之后 孙宏雷再也没有拍过谍战剧 不过明年他将出演芒果台的谍战剧惊弦 这部剧对他的意义非常重大 孙宏雷出道时有小江文之称 出演角色时自带脾气 黄渤调侃他要不饰演演戏 对社会没什么好处 2003年的征服里 他饰演的黑老大刘华强深入人心 之后他就成了黑帮大哥专业户 这个标签成就了他也很快限制了他 好在2009年的潜伏让他实现了完美的转型 之后他拍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 还受到杜琪峰青睐拍了独占 达到了巅峰 然而之后孙宏雷好像又陷入低谷了 最近十年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恐怕就是极限挑战了 没错 频繁参加综艺已经影响了孙宏雷的表演 他一出现在影视剧里 大家立刻想到综艺里的阎王 瞬间就出戏了 而在今年的《早黑风暴》里 孙宏雷本可以凭借这部热剧打个翻身仗 但他城市化的表演也让人看腻了 特别是和系《古王志飞》标戏 差距瞬间就出来了 孙宏雷急需一部重量级的作品证明自己 而惊弦再合适不过了 首先这部剧是叠战剧 对于成功出演过潜伏的他来说 演起来也得心应手 其次本剧的编剧是写过 《大明王朝1566》的刘和平 基本可以肯定这部剧的品质有了保障 不过目前本剧还没开机 网上只有一张概念海报 据透露惊弦的开机时间暂定位12月底 播出时间暂定位2022年 而主演汇集了孙宏雷、黄磊、张宋文等实力派演员 让人产生了无限期待 孙宏雷擅长在观众印象固定后再度上演惊喜 这次他能否凭借此剧再次证明自己 而惊弦能否掀翻潜伏这块叠战剧的天花板 我们拭目以待 TALK 7风潮 期待值 6.3滚豆瓣想看指数 271 风潮由韩栋和宋毅主演 在2017年年底开机 2018年拍完后 被雪藏了整整三年了 尴尬的是 这三年里 同名风潮驿站在全国遍地开花 大家再看到这部剧 恐怕还以为是一部讲述快递员的剧呢 看来改名是迫在眉睫了 不过好消息是 本剧两个主演在拍摄时还没太大名气 这几年都有不错的发展 韩栋在跨过鸦绿江里 饰演了一名乐观向上的志愿君 刷满了存在感 宋毅则通过坠续的热播成为 很多人心中的新女神 两人名气的提升 或许会对这部剧的收视有帮助 但是一部2018年的剧放在2022年播出 颇有老气横秋之感 不管如何 还是希望这部剧能尽可能带给观众惊喜 TALK 6信仰 期待值 7.0滚豆瓣想看指数 537 上个月 秦俊杰 看青子和甘婷婷主演的碟 占据信仰获得了发行许可证 这意味着这部叠战剧很快要和观众见面了 不过这部剧还是让人一言难尽 首先演员方面就让人有些恍惚 秦俊杰 就是满城近代黄金甲里的三皇子 15年了 他没有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看青子 确实是个不错的演员 但更多的时候是个边缘角色 比如他在李绍红的《红楼梦》里引了摄月 在《中国机长》里引了一个管制员 目前他还不具备挑大梁的能力 甘婷婷呢 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 10年前的最美攀金莲 其次信仰早在2019年就杀青了 拖了两年没播 也能窥探到剧方对该剧信心不足 恐怕播出后的谨慎看好了 Top 5 叱咤之城 期待值 7.5滚豆瓣想看指数 801 叱咤之城是叠战教父柳云龙的叠战新作 客观来说 经历过风筝被雪藏五年胜算 被迫AI换脸后 能感觉柳云龙已经进入到创作的瓶颈期了 作为他的粉丝 我很希望他能换个题材来拍 可柳云龙似乎就和谍战剧杠上了 叱咤之城的故事发生在孤岛时期的上海 讲述一对兄弟在特殊年代相爱相杀的故事 看上去波澜不惊 可是一看这部剧的阵容 我的期待直瞬间拉满了 目前公布的主演阵容除了柳云龙外 还有余和伟 雷佳音 两人都是这些年炙手可热的中年男演员 今年的谍战片悬崖之上里两人就有过精彩的表演 这一次搭上柳云龙这艘谍战巨轮 天知道又能摩擦出怎样的表演火花 而最让我惊讶的是叱咤之城的编剧是汪海林 编剧汪海林 编剧水平究竟如何 一直颇受争议 这些年她对天对的 怒喷小鲜肉 自己却写出了一起来看流星雨 可神医喜来了铁齿铜牙及小蓝三 两部经典剧 她又作为联合编剧参与其中 广大观众就想看看她这么义愤填膺 自己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 显然叱咤之城就是那块是金石 柳云龙的谍战传奇还能否延续 汪海林究竟是喷子还是真有干货 明年的叱咤之城将给出答案 TALK 4 无坚 期待值 8.0滚豆瓣想看指数 1345 明年开年的第一部谍战王炸剧 很可能是晋东主演的无坚 这部剧在拍摄时还闹出过幻角风波 陈道明原本要参演本剧 让大家充满期待 可是在今年年初的开机仪式上 陈道明被换成了王志文 当然 两位老戏骨都当过内地电视剧一哥 道明书是方法派的代表 志文书则是体验派的巅峰 各有各的精彩 这个换角并不会影响大家的期待 无坚一共拍摄了8个月 与9月杀青 全剧投资2.1亿堪称奢华 主演晋东也参与了投资 可想而知他对这部剧的品质多么有信心 目前无坚已经放出了一支43秒的预告片 进东的一句独白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一个阴谋的漩涡中瞬间将悬念感拉满 而王志文阴沉着脸 说了一句杀立刻让剑拔弩张的氛围展现在观众面前 通过预告片我们还看到张志坚 王立坤等知名演员也有参演 如此强大的卡斯阵容太让人期待了 无坚确定会在明年的东方卫视播出 一起期待吧 TOP3 迷局破之身前 期待值 8.5滚豆瓣想看指数 1873 并不是所有的谍战剧都能如约与观众见面 比如这部迷局破之身前 这部剧早在2019年就举行了开机仪式 豆瓣上热度不低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 网上唯一能找到的信息就是一张概念海报 至于剧照 预告片 播出信息 还是没眼儿 不过我们也不必为之感到可惜 这部剧从导演到演员几乎没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即使播出了 要想逆袭除非口碑确实过硬 迷局破之身前虽然看上去很像是谍战剧的炮灰 但也极具代表性 很多创作者急功近利 什么题材或就拍什么 结果等拍完后所谓的风口过去了 只能看着烂剧砸手里 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2022年 我们再看看 TOP2对手 期待值 9.0滚豆瓣想看指数 3774 谍战剧我们看多了 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民国时期或抗战时期 因为间谍似乎是特殊时期才有的概念 其实不然 即使到了和平年代 间谍依然潜伏在我们的周围 而最近一部特别的现代谍战剧要和观众见面了 这就是郭京飞 谭卓 颜炳燕和宁李主演的对手 对手的故事发生在现代 和传统的谍战剧有着极大的不同 带给大家新鲜感 郭京飞在剧中表面上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实则在国安局另有身份 他每天拿个小本不停记录着什么 郭京飞过去两年再都挺好 我是于欢水都是出演丧门星 这也成了他的标签 而本剧中乍一看他还是这个类型 但人物的多重性让他的表演多了一种层次感 预告片中他爆发是怒吼的片段让人震撼 谭卓在剧中表面是个人民教师 还是郭京飞的妻子 可他也另有身份 谭卓之前在《暴烈无声勿杀》里证明了自己是悬疑剧女王 这次出演也是他的一次升级 明里之前在《无证之罪》里饰饮了人狠话不多的李丰田 这次他出演了一个正面角色 是郭京飞和谭卓的领导 可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对手于去年一十月开机 原定于明年播出 不过最近传来好消息 本剧将在12月16日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 而《雪中汉刀行》则被挤到了非黄金档的晚上9点半播出 因为对手播出时间横跨了2021年和2022年 我们还是把它算作明年的谍战剧吧 TALK一风起龙溪 期待值9.5滚豆瓣想看指数8812 谍战剧拍了20年 拍无可拍时 很多人想着创新 有人想着加入美剧元素 于是有了黎明之前 有人想着多加点帅哥吸引年轻观众 于是有了伪装者 有人想着干脆把谍战剧拍成年代剧 于是有了隐秘而伟大 有人想着给谍战剧加点喜剧元素 于是有了胜算 还有人想着能不能把谍战剧移植到古代 这个想法乍一看比较荒唐 因为谍战的概念是从民国之后才有的 古代怎么会有谍战剧呢 可是仔细一想却很有道理 就拿三国来说吧 为鼠武打仗会用到各种计谋 什么蒋干道书 周瑜打黄盖 铁锁连环 身在曹盈心在汉 离剑记 美人记等等都有谍战的要素 拍一部三国谍战戏观赏性必然不会差 著名作家马伯庸早在2006年就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写了一部三国谍战小说风起隆西 故事发生在228年 正是曹丕去世 诸葛亮北伐卫国和司马懿相互斗法的关键时刻 马亲王脑洞大开 虚构了卫国间谍陈公和蜀国反间谍专家寻取两个人物 蜀国北伐失败 也被归结为了陈公提供了假情报 真实的历史和合理的想象结合 这就是风起隆西最大的魅力 2021年这本小说也被正式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 剧版风起隆西由陈坤和白宇两大男神主演 聂远、长远、杨颖等参演 看这阵容就充满期待 陈坤在剧中饰演间谍陈公 他的古装扮相俊美至极 在国内无出其右 陈坤这些年一直是拍两部戏就图不修身 这部剧能吸引到他足见品质不会差 白宇在剧中饰演陈公的死对头寻许 他因为俊朗的外形而获得小梁朝伟的美称 去年更是因为出演沉默的真相而被大家喜欢 本剧中他将和陈坤上演相爱相杀的戏份 而本剧的导演是拍过秀春刀系列自杀小说家的陆阳 先后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北电导演系求学的他 兼具文科生的浪漫和理科生的理性 这部剧从预告片就能看出品质卓越 满满的电影感 太期待了 希望风起冷西明年的惊喜 好了 以上就是八部带播的谍战剧 其中无间风起冷西惊弦 是最有可能成为爆款的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这三部剧的动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